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城市搜查线 那今年暑假虽然是时尚最短 但是还要带小朋友出去玩才是放暑假 那当然到台中利宝乐园度假去是最好的选择 那今天邀请到利宝乐园的园长王永豪来告诉大家 利宝乐园有哪些好玩好康的 欢迎园长 园长你好 是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想先请问园长 利宝乐园今年帮小朋友准备了什么样的活动呢 保证一定是非常的好玩非常刺激对不对 是我想今年这个利宝乐园度假区呢 将准备的最丰盛最值得这个庆贺的活动 因为呢今年是我们马拉湾的20周年庆 20周年庆 对所以有什么优惠呢 是我们推出了一个这个马拉20库浪庆典的一个活动 那从这个即日起一直到7月底呢 只要你是7月份的寿星到我们马拉湾来就只要20元哦 只要20元 红板价 7月的寿星 看马拉湾只要20元 而且他没有任何的限制 没有说什么限什么台中市彰化市 只要你拿这个身份证 对上面秀出这个你果然是7月寿星的话呢 就只要20元就可以玩马拉湾的 那赶快啊就是全家把那个身份证收集 没有啦本人也要去啦对不对 就是身份证然后证明自己是7月寿星的话就这样20块钱耶 真的是太划算了 所以这个周年期20周年期真的是非常精彩 而且非常的优惠哦 那当然除了小朋友之外 大人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优惠呢 是刚刚提到这个寿星 7月寿星只要20元 这个其实是不分大人小朋友嘛 那当然我们政府现在有推所谓的安心旅游 对 不过这个大家要把握时间及早来哦 因为你只要是这个19岁以下的民众呢 你携带你的身份证件正本 那来到利保乐园 你一天当中你可以选择 这个路上乐园或者是马拉湾择衣来使用 那就可以免费入园 不过因为这个政府的预算是有限的 这是有预算的 对 这个政府预算有限 那不是就是到8月底之前都可以用吗 是 那我们还是会鼓励民众呢 尽早的安排啦 那可以这个当然也不要说压在很后面 预算用完就没有了 我会到了门口之后才发现要烧钱 是这样子吗 拥挤 真的哦 当然这个我们这个政府部门 其实非常用心地带动这个国旅 对 所以其实也积极地在争取更多的预算 不过我想这个我们还是希望鼓励民众呢 你能够尽早的安排 对 那尤其接下来也有这个三倍券的一个使用 那现在大家对于三倍券的使用呢 我想呢一定要找一个最方便 一站可以满足的地方 那厉保乐园度假区呢 我们有乐园 有饭店 有Outlet Mall 有塞车场 摩天轮 所以不管你是要吃喝玩乐 住买 那用你的三倍券呢 来到厉保乐园度假区绝对是最方便的选择 而且就是一次全家带小 大小全部带去 有老中轻 全部通通都可以满足不同年龄的需求 没错 而且是省很大 尤其我们的芙蓉饭店呢 厉保芙蓉大饭店 在全省呢都有这样的据点 那你只要在9月30号之前 持你的这个三倍券 到我们的各个这个芙蓉饭店做消费 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总价值9000元 等于是放大到12倍的这样的一个 放大到12倍 一些优惠加码的这个底用券 那你可以在指定的期间之内呢 来使用做住宿费的折抵 或者是餐饮的一个折抵 那这个呢 这个喜欢住饭店 或喜欢品尝饭店美食的这个听众朋友 也可以把握机会 对他不只给你三倍 给你12倍 对你可以就是几乎总价值 可以高达9000块钱 所以就是大家要赶快把握 然后可以就是你的三倍券 其实去厉保乐园使用是最好的 你可以玩可以吃 然后可以住 然后而且还有那个赛车场 对不对 有些喜欢刺激的就是大人 或者是就是稍微国高中生 然后也可以去那里玩就对 而且去那边就是赛车场也是有优惠 对不对 没错 其实我们的赛车场呢 现在呢 除了这个卡丁车的体验 那我们还有这个小朋友 大人都很喜欢的这个飘移卡丁车 甩尾车 甩尾 然后也有这个电刷车 那都集中在我们卡丁车大楼这边 而且都是室内型的 不受天候的影响 太好了 也有这个虚拟的VR的一个体验 那我们今年也有推出这个卡丁车的一个夏令营活动 在八月份 那现在也开放报名当中 所以呢 想要让爸妈 这个爸妈想要让小朋友呢 过一个这个与众不同的这个暑期夏令营 又可以学习到一些安全驾驶的一个观念 那可以让小朋友呢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 所以就是爸妈去住那个芙蓉饭店 然后让小朋友去参加夏令营 对不对 没有错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排 那另外我们的outlet mall呢 因为今年我们有全新的这个outlet二旗 对对对对对 有非常浓浓的欧洲风的这样的一个星巴克钟楼也好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水舞啊 还有这个非常多的这个新的品牌跟餐饮的品牌 那也可以拿你的三倍券来我们这个利保雷员度假区的消费 尤其我们台中购物节还有这个抽奖的活动 双重的 而且你们点数加倍率 是 没错 因为我们的利保雷员度假区是台中购物节的特约商 所以在这边的消费点数都是三倍 三倍 那只要每积满这个500元 这个500点 那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机会 而且最大奖是可以抽由我们利保集团 豪宅对不对 对 所提供的这个精品豪宅 这个微笑世界的精品豪宅 所以呢 请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这些好康 到台中来消费 就要到利保雷员度假区 你的点数可以三倍送 对对对 真的是就是全家大小一次带去利保雷员 全部都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而且记得19岁以下不限次数免费畅游 这个部分是额度限制的 所以大家真的是早一点去 不要拖到8月底 最好是平常日去 像国高中生可以天天去 而且他们可以有脚可以自己走入去 可以自己坐车去 就是爸妈就不用再带去了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方便 非常好玩 非常好吃 非常好买的就是利保乐园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利保乐园的园长 王永豪园长的说明 谢谢王园长 谢谢 好的 城市搜查线 我们下次见 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